好 首先在今天我们的总编辑时间 为大家邀请到的这位呢 新闻点评来宾 是我们的时报周刊总编辑赵振明 赵总编您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 今天非常高兴能够邀请到我们的赵总编 来到我们的节目中来跟我们大家探讨 当然最近大家非常关心的议题就是 民生消费议题抗涨这个部分 那么由于现在呢 邮电双涨很多民众也大喊吃不消 那么政府为了稳定物价 已经下令国营失业部分民生物品动涨 甚至行政院长陈冲了一口气点凌八大部会 要落实全面监控物价 所以这个部分想要请教一下我们的赵总编 就您的观察 那么政院的双管旗下 真的能够有效的稳定物价 而停止一些囤货的情况吗 因为最主要的情况是 过去我们在所谓的油价的 甚至包括电价那么多年 没涨动涨的那种情况之下 一次调出了调的一百分之不许出来 大家就觉得说好像涨太大 尤其是这个工业业业店 涨了百分之三十几 民生用店涨了十六年九 那是大家觉得涨幅太大 那现在要观测的是说 其实在过去台湾其实那个 很早的比较戒严的时代 有所谓的物价督导汇报 物价督导汇报就直接针对物价来督导 那当然这个组织现在不见了 所以行政院院长陈冲说 其实八大部会都要监控 什么意思呢 最重要的是说有一些人 他其实成本涨也许不到百分之一 可是他售价涨百分之二十 那这个其实就是有一些人其实怕担心要涨 本来正常是买个五包卫生纸就好 现在可以买个十包 买个五条或者五箱 因为卫生纸都一定要用到 有担心的疑虑 所以如果说是这样子的不正常的 存期也好 那个趁机涨价也好 那这个影响下去的效应 就不是只是这个原料油啊 电啊或者基本成物价上涨的这个问题而已 因为它涨上去就变成是一个红台 而且是你蹲一点我蹲一点 这个行业蹲一点那个行业蹲一点 那其实就惨了 那事实上以现在的情况来讲 景气没有多好 这个国际局势有欧债的问题 有什么样的问题 台湾的经济成长其实看起来也不 台湾有一部分是靠大陆的经济成长 因为我们跟他的贸易关系很强 那大陆的经济成长 今年看起来也不是没有往年那么的好 但现在都还不错 所以在你那个成长的力道有限 如果这个成本的压力 或是因为不正当的这个 所谓堆积的压力上来了以后 其实它的影响是很大的 那我们都不希望这一开年 或是其实马总统的第二任期还没上任 五二厘再九任就遇到了这样的难关 那所以其实整个行政运部位是 加这个卯足的劲 其实要控制这件事情 感觉出来他们非常紧急来面对这样的一个问题 尤其虽然说这个我们的马英九他有说过 带着这个钢盔也是要硬下去继续讲 但是事实上近来他们也是不断的在检讨 国营企业这个部分 尤其在包括像是内部薪资 还有之前一些优惠方案实在多到 觉得说老百姓都没有这么多的优惠 为什么他们可以 但是他们的营运却持续有亏损的一个问题 那马英九特别提到说 六月底前要全面来检讨 但是就这个部分真的如果说中油台电改成民营化 就真的能够解决问题吗 我昨天刚巧跟中油的董事长吃饭 但因为之前我们报导他 我们也说他好像这个油价好像不是最低 可是他有话要讲 所以就他来说明了一些事情 那他也觉得很冤枉 但我们从表面上来看 其实中油的这个不是在帮中油讲话 员工占他所有的支出里头 在百分之五左右 就员工的薪资占他所有营运的支出里头 不太完蛋 所以员工再多 其实如果从比例来看 他不会太大 中油的营业项目一头 有七成是被政府管制的 就是主要是他的油 汽油跟他的天然气 这个价格是被管制的 他只有三成的东西不受政府管制 那这七成被管制 所以管制到变成赔钱 中油现在一年要赔上百亿 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那是不是民营化会比较好 民营化其实一定会比较好 那因为会比较有效率 然后会比较 大家会冲着 那个中油在当年 中油其实也是一个老化的公司 可以怎么讲 员工的平均年龄是50岁 所以进入到一个高龄化的阶段 然后平均的收入 如果用月薪来看 是快七万块左右 所以的确看起来事实上是非常 对一般的老板心来说 但是董事长会说 那个朱董事长会说 我们平均其实都已经工作25年左右的年值 那一个工作25年到了50岁左右的人 如果还没有拿到七万块 还没有拿到六七万块 事实上比较说来也说不过去 但你不能跟20岁的 现在刚进入社会的这个2.3万的薪值来比 可是如果整个这样子来看 其实是不对的 那这样说起来其实也有道理 但民营化有个好处 是让整个国营世界回归到政体的 然后会让企业的效率发展出来 所以它其实还是一件好的事情 可是回到老表性的角度来讲 民营化最快要30年 30年 30年 所以现在的说法是说 应该可以在马总统卸任前 可以办到这样子 把中油做到民营化 因为民营化有几个大的关口要过 第一个是资产要重估 光资产重估这件事情 对中油来讲是一个很大 大工程 不要看中油 中油其实是大地主 全台湾有很多土地 是他们的资产到底是多少 然后它的组织 它的人事 它的经营绩效的评估 整整 然后包括它的账务 所以包括帮政府负担的部分 油价格有一部分是天然气供应的 那个部分价格也不能动 比如说我们补贴一些油价政策 其实整个事情民营化以后 政府可以控制的部分就变少了 所以包括民营化的审议委员里头 业务委员是反对的 因为他觉得这样政府好像很难做事 但大部分人都觉得应该是民营化 因为民营化是全世界的潮流 可是我们也许不见得等得到中油民营化 或是说其实不能再等下去 对老百姓来讲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 现在就要把自己的油电控制好 没错 这是我们接下来也要讨论的是一个重点 因为这个就归关系到我们的荷包 的确 所以不只是油涨这个店涨 其实我们的荷包在失血的话 那如果以油来讲 其实油的 如果你有开车 油的开销是比较大的 那油最主要当然就是 你开车组的话你的汽油 所以有几件事情是大家接下来要面对的 如果你要换车的话 你可能真的可以考虑所谓的油电车 油电车的原理是用油把车子弄上去了以后 然后把电存起来 因为所有汽油在做的时候会有耗能 所以一部分的能被存在电里头 接下来它可以用电来带动车子来发展 就不用那么多油 简单讲的基本概念是这样 油电车的效率是省得很高的 我们访问过一个个案沈先生 他开了这个油电车下来以后 他一年这样下来可以省掉五万多块 一年可以省五万 跟他自己原来开的那个汽油车比较起来 五万多块一年很多 很多 因为这样是不断慢慢累积下来的一个结果 所以就是他平均下来 他这样算下来大概一年可以省掉五万多块的油钱 这样子所以其实是那油电车的维修成本 当然机程上它还是比 尤其是像有些人是开那个摩托车 现在有电动的摩托车 其实大陆非常频繁 台湾这个电动摩托车比较少 电动摩托车现在政府有补助 五万块以下就可以买得到 然后油钱电的钱充电的钱跟那个 然后维修的费用也省掉很多 大概只要是一般汽油车的三层的维修费用而已 所以真的是省很大 不管你骑摩托车不管你开车 其实是还省其实是省蛮多的 但开车有些开车的技巧啦 比如说你不要开的很急刹车的很急 那其实都还蛮耗油的 那个都是耗油的动作 那比如说你怎么样去跟你的那个冷气的系统 因为冷气有耗很多的这个能源 所以其实这些都是在我们面对新的时代里头 要去做到的新油电时代 或是说新前年时代 不管是爱地球或是爱荷包 都必须要这样做的一个新的运动 的确其实赵总编刚刚有特别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 就是说除了我们这个政府方面能够来宣布动长 来帮忙大家来做到这样子一个抗涨的一个举动 但是当然这个要真的能够抗涨 省荷包还是要从大家的生活态度开始做起 那么在这一期的时报周刊当中 其实很贴心 有为所有的观众朋友来整理出了省电36G省油八招 这边我们就也很好奇啊 除了刚刚我们说到这个油电车 赵总编还有没有什么可以跟大家分享的 像电的部分 其实所谓的耗电率就是所谓的ER值 这个ER值 所以我们以后买电器其实要看看它耗不耗电 那耗不耗电其实这件事情是很重要 另外一个其实家里的电的话 如果以家里的话 冷气是最重要的一个电费的开销 因为天气热就会开不了 尤其是接下来就是夏天已经倒了 台湾的夏天是比较热的 所以一般来讲大家会建议说 冷气不要开低于26度 不要低于26度 不要低于26度 以前公家机关是28度才可以开冷气或什么 可是28度其实有点对自己很辛苦啦 可是最少不要低 冷气的温度不要开低于26度 然后你要记得就是滤网一定要固定清 每个月一定要清那个滤网 因为它那个滤网会造成不效率 你会让你的冷气进 所以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说 家里的冷气好像不太冷 可能就是因为这个滤网没有去清洗 那滤网其实现在的冷气都很容易清洗 你拔下来水冲一冲 放上去就好了 一分钟三分钟就结束了这件事情 你无形中又省了不少钱 然后气得开冷气的时候 我们一常常回到家冷气一开就没事 可是不是 你如果现在固定在书房 或者固定在客厅看电视 你就把房间的门关起来 只要在这个小空间里开 尽量让你的冷气 是在一个固定的空间是这样子 但如果你会到处走动 那就是当然都开着 可是如果我现在没有要去睡觉 没有到卧室去 卧室的门关起来 那个冷气的效率就会比较好一些 那有些地方大家建议说 其实是装窗户 如果透光一点 白天可以不用开灯 有些地方会建议说 其实要装窗帘 装百叶窗 因为减少日照的一个增温吗 不管是真正的日照或是接触 因为那个窗帘跟白叶窗 是可以隔掉一些阳光的热能 所以事实上你的冷气也会比较冷 对办公室来讲很多也是这样 有些公司像中华电信 他们的目标是在四年内 就是每一年要比四年前 它要减碳12% 那这中华电信这么大的公司来讲 是一件很大的挑战 那他们怎么做吧 就是有些地方走到 它就用感应灯 人走到了灯才会亮 所以不是像我们这个灯 可能一开就是开了一整天的时间 然后有些地方 他们有些办公室的检验人的方法 他会建议大家说 比如说电梯 这部电梯停135 这部电梯停26层就好 因为这样电梯就不会乱跑 就不会一直耗在这儿 一直耗在那儿 浪费电 那你坐这个不方便 那其实也没关系 你坐上四楼再走下来三楼 也还OK 当运动也不错 当运动也不错 那鼓励说三楼以下的 或是四楼以下就这样爬楼梯 还有一个方式是 下班的时候 现在电梯都可以控制的 下班的时候我们管理会 我们就放在他的 其实下班的时候人就比较少 电梯应该可以关掉一半 四部电梯也可以关掉两部 因为你没关电梯就耗在那里 它其实也耗了很多电 所以以电来讲 其实这些都是大的一些事情 那包括我们对灯具的改善 我们的白热灯泡 怎么样去把它变成节冷灯泡 怎么样把节冷灯泡 变成LED的灯泡 对 LED现在很夯 那个差很多钱 你第一步的 也许灯泡是比较贵的 也会是说如果你那个灯具 是会比较贵的 可是其实你大概通常 经过半年或一年全部回本 接下来就是你赚 甚至未来或许也可以发展 像我们好像这一次 去这个友邦国家 非洲还带了这种太阳能式的LED灯 就是白天吸收这个太阳能 晚上就可以完全靠这个灯光 现在要去大陆很多地区 其实他们做的也很普遍 那其实台湾很多地方 像很多那个马路上 它就直接路灯就撞回了一滴 所以不用去那个 它白天把电收完了 晚上就会用那个太阳能板 这样其实可以储存那个能量 就储存那个能量 晚上可以照明 所以那其实 以全球的环保专家来看 日光是最佳的能源 而且太阳本来就每天照着我们 那这个能源不好好去运用 你还要挖石油 还要做什么样的电力 或去做核门 事实上都有一些风险存在 那电这件事情 如果我们好好把太阳能用好了 那事实上这个 可以是非常有效率的一件事情 真的的确 其实呢刚刚这个赵总编有提到说 日光真的是最好的能源 如何的善用日光 然后呢 运用在我们生活当中 达到真正省电的效率 这才是真正能够让大家 抗涨省荷包的方法